大家好,我是乌尔杨汁士 我也是一位退休了的疑科医生 我多谢生命恩全给我这个机会 在胸中透过医生手记 和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人生经验 各位在基督内的兄弟姊妹 祝平安快乐 可以今天讲讲Kalgary 华人堂的初期发展是怎样的呢? 在那里可不可以看到天主的化工 天主的计划 人去怎样配合? 其实我们初期教会 是耶稣派起门徒两个两个出去 叫你不要太浅 不要多穿两件衣服 就是要穿鞋 要戴手杖 去到哪里又停到哪里 哪个人招呼你 你就在那里住 不要搬来搬去 那其实初期教会就是这样而已 没有教堂 没有行政人员 没有主教府 没有天主教的学校 没有天主教的医院 没有社工 那教会的本质是什么呢? 教会的本质就是 在地上建立天国 不是说教会的学校 教会的医院 教会的主教府 没有梵蒂江 没有梵蒂江 就是明白 这些不是教会 不可以没有的东西 教会一定不可以没有的东西 就是 天主的临在 我们朝拜天主的祈祷 的奉献 我们在天主爱内生活 如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能够光荣天主 做福人群 带领人回去天主那里 天国是天国的临在 天国的临在 不需要一定有钱财的资助 那我们就看看 Calgary 那个发展的历史 我1981年来Calgary 我就搭巴士上班 上班 上班 经过 看到一间圣堂 哇 一间圣堂好像是天主教堂 那于是我就跳下车 就去撞一撞 那我发觉呢 真是天主教堂 八点钟离撒 那我就好了 我以后知道 早点起床 去八点钟离撒 八点半圆离撒呢 那我继续在那个车里 去医院 19点上班 那就刚刚好了 于是第二天呢 就在那里下车 就进去听离撒 听离撒的时候 看到有个神父 一口广东话口音的英文 那我说 我都不知道Calgary 有个中国神父 我相信是中国神父 于是圆了离撒 就跟他打招呼 那就认识了麦震群神父 麦震群神父跟我说 他说 我都是刚刚到Calgary 那两个就认识了 那就开始见 那麦震群 你怎麽会来这儿呢 原来有一个教友 病到就来死了 但他很想扮告解 但是没有一个 懂得听中文的神父 能够听他告解 所以他写信给Calgary 那时候的主教 我连死之前 想用中文扮个告解 都无法扮 你可不可以 试试找一个中国神父来 当时那个Calgary的主教 保禄主教 他就去了满地河 找杜宝田神父 那杜宝田神父那时候 就差不多 第一个华人的神父来加拿大 那当时麦神父呢 就是持有会的会士 所以陈日君那时候 他不是主教 但是持有会的掌上 就派了麦神父来满地河 去读一个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的石士学位 所以麦神父在那里上堂 那他见到 Vadamona就在这里 主教派去满地河找人 那就跟杜神父商量 杜神父说 你可以问麦神父 他肯不肯过来Calgary 其中一样的麦神父跟我说 就是说 有一天聖诞節 他准备返学的时候 他说 你可不可以迟一点点返学 因为有一班教友 老人家 在多伦多 下来满地河 就想在满地河办告诫 来准备聖诞 麦神父跟我说 他说 当时我的反应就是 老人家还有什么大罪 他这样偷偷坐野车 在车上睡觉 来满地河办个告解 真是很可怜 没有中国神父 那杜神父就说 不如等我去Calgary 你留在这里 那当时满地河的教堂 都发展得相当好 麦神父当然年轻很多 就跟杜神父说 你老人家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 建立了那个华人圣堂 做开放流都不是你去做 如果是去Calgary的 等我去 于是申请文次有会 幸好给他留在Calgary 那次有会 就说不行 因为我派你来 就想你回去做校长 训练好你了 你现在突然间就说走 那我们实施计划 全部都关掉了 但是麦神父都决定留 神日军也都说 你如果不听我的命令 你想留就行 你开始有会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听我掌上的命令了 所以麦神父都考虑了很久 他是自己跟我说 很辛苦考虑出会 但是觉得 希望这里是帮到人 那来到Calgary的时候 武陆主教就说给他听 我现在教区出了赤字 所以你来的时候 我是没有盛堂给你 没有人工给你 没有地方给你住 只是有一帮中国人的教友 不是很懂说英文的 你去打理他们 你将来怎样发展 要找圣堂 要找你自己的生活费用 你自己搞定 我也都绑你不到 不过你申请过 我可以帮你 那结果麦神父就是 在山脚医院上 做了天主教 目灵的神父 就是住院的师父 就是医院里面有什么病人 需要找神父 他就打电话给你 那当时呢 是一个全职 听闻就是500元 加币一个月 就背着个火机 夜市小时服务 一个星期七日 那么 吹叫吹去 生活500元 狗吃狗住 有些少少零用钱 就组织一些教友 那当时呢 那当时呢 就遮聖堂 但是你知道 有些教友 有些小孩子 就搞到人家的聖堂很乱 那人家的聖堂不开心 结果呢 就没有去租聖堂了 就租了一间 没有人用的 天主教学校的Basement 每个星期日呢 就在那里开尼莎 那接着若干年后呢 就买了个马屋 那一般呢 就做聖堂 一般呢 就被神阔住 那我们在那里 据了一滴 那接着呢 就借用一间聖堂 跟着呢 就跟那一间聖堂呢 斟酌去卖了它 那个聖堂 那个本堂神父呢 都很好 那间聖堂呢 市价那时呢 是三十七万五千元 那我们的堂区 跟那个本堂神父说 你这间聖堂 买了给我们了 那他说 我们都不需要的 现在是一间小聖堂 因为他们的堂区 在附近 但是那个堂区很大 那时 就所以要建多一间 附属小聖堂 就是等约可以去 海里莎 一星期日 不用全部人去完 那间大聖堂那里 那里 所以我都愿意放弃 那么大 呢 三十七万五千元 那时候 那时候就真的 我们负担不起 后来呢 就跟那个本堂神父谈 解释给他听 那我说本堂神父 初初呢 就很简单 他说 你中国人这么多聖堂 不是医生有律师 那你们三十七万五千元 很便宜而已 但是那个 负责跟他谈那个人呢 就说他说 神父啊 但是肯来 華人聖堂的中国人 就一定是那些英文 说不定 所以才会不去附近的聖堂 那他不懂得说英文的 那些大部分都是老人家 就算不是老人家 都不会找到什么好功 他不懂英文的 那比尼你减价 那那个本堂神父都挺大方 他说你想怎样减啊 那他说 比尼 三十七万五千元 你可不可以减到十七万五千元 那他说 OK 给你 那我们 我们再给五万元落定 跟着一年 还一万万元 还十年 那十年之后 我们就剩下了二万五 我们给他 还是没有利息的 那真是 这个本堂神父很大方 见到中国人的需要 就很便宜很便宜地 将这个聖堂 移交给我们 那这个聖堂 当然我们买的时候 是移交给我们 但是聖堂的物业主人 都是教区的 自教的钱 都是给他们的堂区用的 那我们就这样建了 结果慢慢在那里附近 就开始买一些屋 就想着我们将隔壁的屋打通它 就将这间聖堂建大它 那筹了成八十万加币 那就是准备去建的时候 那就跟保禄主教谈 我们说 你这样建了一间聖堂 没什么坏 不如这间聖堂给你 你又没有办法换一间聖堂给我们 那保禄主教结果就给了 永换聖母堂给我们 那我们麦神父也都将那间聖堂 交给教区附近两间屋 一间给神父主 一间就做礼堂 结果那两间屋都给了主教 主教都很奇怪 他们说 你们这麽大方 你都给了一间这麽大的聖堂 那我们没什么所谓 那我们这钱都是教区 为教区籌 没什么所谓 那这样就发展了 那初初来到永换聖母堂 为什麽给我们华人呢 因为他们那时候 少教友少到 连灯油火纳都给不了 每个礼拜就做冰局去筹款 那我们来到之后 那我们就说 我们不可以在聖堂 继续行这些道博的行为 那做到几多反对的 但是我们说不行 我们一定不做 结果就是 因为我们不再做冰局 那些筹款的方法 那我们的教友 就是市政厅都申请 说我们现在没有做那些赌业的了 那市政厅呢 是很大方的 他说你这个没有做到 你全部都是教会的呢 我也都不受理 那个property tax 那就是天主的因子 那个property tax 原来二万多元一年 我们接手之前那些教友 做冰局 一年都赚不够二万元 在冰局里 我们跟他说 你看一下 信赖天主好过信赖人 你不做到博业了 我们省的税 多过你一年的赚 有时就是为天主做事 交给天主做对的事 尽心尽力去做 也都看钱 那些事不要看得那么紧张 我们筹到款去买房 买完屋之后 是给神扶住 给做礼堂 因为那里那间聖堂没有礼堂 就是全全都是为教友的利益去做 为福全的工作 不是为我们的舒服 不是为任何的事 就是能够很专心专意的 一切都是为福全 为天国的来临 来临在每一个教友的心 如果这个是主要的目的 其完一切的事 不要担心 一切教给天主 我们尽量去做 一个这样的堂区就是 就像麦臣服说 一支圆筆 一张桌子 一张灯都没有 不要说有聖堂 又人工 是这样的 你发展出来的 直到现在 有一个很大的聖堂 这个聖堂中有两座很大的礼堂 我们终于记载 在政府上申请了一个廉教屋 政府在夜五年之后 交给我们 我们去打理 我们也能够为了一些比较贫穷的 人士 不是一定是中国人的 可以申请廉价租屋都住 这座的建築物 也是归于我们同区的产业 这个不是重要的 不是福全的 应该是绑住一些穷人家 好了 我们希望少少的历史 能够激发我们福全的心火 还有更加重要的是 福全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信教天主的力量 我们的意向 执政 不要为名 不要为利 不要为要籌款 不要被这些东西阻碍了 我们真正教会存在的目的 就是为建立天主的国 在每个人的心上 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快乐和自由 祝大家平安快乐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立刻去到我们的网页 fll.cc 发挥更多资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